4月12日是北韩预告发射火箭的第一天 但过了正午 仍没有讯息显示北韩有发射动作 北韩战机今天呼啸飞过首都平壤市中心上空 全球目前真密切注意 北韩是否会不顾国际警告 发射一枚飞越黄海上空的长生火箭 美国大选的焦点 由共和党内的提名站 转向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正面交锋 随着桑托伦退选 共和党领头杨罗姆尼几乎笃定赢得党内总统提名 周三欧巴马和对手罗姆尼都把竞选转向完全的大选模式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 台湾时间12日上午6点55分 墨西哥西部发生一起瑞士规模7的强震 后来下修至规模6点5 墨西哥在台北时间下午3点15分 又发生一起瑞士规模7点1的强震 镇阳距离北部索罗拉省拉多勒切市西方约150公里处 地震深度约10公里 索性并未传出重大伤亡 上周日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的铁达尼号纪念邮轮 继周一因为抢风炎幕形成后 今天再因为乘客身体不适被迫折回岸边 不确定能否在4月14日赶到当年铁达尼号撞滨山处举行纪念仪式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